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期节目的话题是 德国的立党搞砸了 换自民党 德国交通部长访华谈中欧贸易关系 德国的副总理哈贝克刚离开中国 德国的数字化或交通部长维新又来了 他在中国执行的一开始 就批评欧盟委员会的惩罚性关税政策 呼吁解决中欧贸易争端 德国在几天的时间里面 先后派遣两名高级阁员到中国来谈相同的话题 这不是很正常的 哈贝克作为副总理和经济部长访华讨论两国的经济大局 是符合其职权的 数字化和交通部长来中国也要谈关税问题 那不是业权的吗 德国政府到底谁说话散述呢 实际情况是哈贝克把自己的访华议程搞砸了 不但没有见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 也没有为关税与贸易问题谈出什么成果 外电报道呢 哈贝克向中国提出了三不准 第一是不许和俄罗斯做生意 第二是不准烧煤 第三是不准反制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惩罚性关税 这牛气的程度比美国财长耶伦 商务部长雷蒙多还要过分 如今中欧之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关税 哈贝克拿出一副没商量的态度 访华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不解决关税问题 中方就一定要对欧洲企业进行反制 虽然目前的反制调查还仅仅针对的是欧洲农业 但迟早会影响汽车业 德国汽车业在中国市场上过去是赚得盆满博也满了 奔驰宝马奥迪BBA是高端汽车的代名词 最近几年虽然遭到新能源汽车的强烈冲击 但仍然还是赚钱的 一些高收入高资产的人士仍然在继续购买德国进口的大排量的汽车 更重要的是德国的主流汽车厂都在考虑利用中国的供应链 搭上新能源的快车 以德国汽车的产业基础 营销渠道转型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 所以从德国商界到索尔茨 都必须再派一个管用的阁员 过来收拾哈贝克留下的烂摊子 好 该谈的问题再重新谈一次 考虑到中德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还是要给德国政府第二次机会的 德国政府这次补考再次证明了绿党的陈色 这个党派的成员往往都是美国长期培养出来的 多数人只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职业经历 对社会管理 经济运行 政治和外交 其实都是门外汉 也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绿党本身的宗旨也是脱离社会实际的 只是单纯的用环保 和平 多洋化这一类的口号 来服务于美国真实的政治目标 就说这位哈贝克他是儿童文学作家出身 没有从事过地方首长或者是企业的活动 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经济部长的位置上 人人都知道这是美国的意志 也都知道他迟早会搞砸 如今预测果然应验 看来德国立党从宗旨到宿旨 都不适合处理真正的国务 维新是自由民主党的成员 原本是一位法官 28岁那一年开始从政 2004年就选上了联邦议员 2020年当选自民党总书记 虽然和SORUS并不是同一个党 但是在政治素质上 维新要比哈贝克成熟老量的多 对德国这种纠结于美国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国家来说 政治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冲击之下 德国政治正在经历着不可阻挡的转型 中国出口和中德关系也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对于德国政治的变化 我们采取淡定观看的态度就可以了 相信更剧烈的事件还没有来到 不过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兴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解散了国民议会重新选举 但民调结果对他是相当的不利 德国的极右翼政党也就是德国的选择党 同样引人注目 目前SORUS的任期已经过半 下一届德国政府当中 会不会有极右翼的人士的参与概率还是不小的 德国选择党目前对话政策和其他政党类似 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但是党魁·魏德尔作为经济学博士 学问论文的题目就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养老金的制度 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六年 从政之前是中国银行的员工 所以极右翼入阁 对中德关系必然产生影响 如何引导这种变化 让他对我们中国有利 对中德关系有利 恐怕需要未以戳毛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